全国最高龄的毕业生沈静一从长荣大学毕业了 高龄85岁的沈静一和校长站在台上 很难分出谁是老师,谁是学生 沈静一就读视觉艺术系 毕业典礼当天,她赠送长荣大学一幅自己创作的浮雕 以及10万元作为奖学金 同时沈静一也获得由校长陈锦生洗脚礼的殊荣 长荣大学洗脚礼是由校长、董事长、贵宾蹲下来为学生洗脚 借此鼓励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,能以谦卑、服务的心智来做服务 成为社会中的新生力军 四年大学读下来,沈静一风雨无阻 而太太曾教诸也陪伴沈静一读了四年 念书的决心比年轻人还要强劲,连老师都佩服 通常我们年龄到了八十几岁,通常都是一个退休休养的状况 那他非常认真,问很多问题,但是都能够达到他想要问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觉得说能够有这样的精神,真的是我们后辈要多学习的 取得大学学位之后,沈静一还想报考研究所 希望年轻同学们也能勇敢实践梦想